歡迎收看為你開箱 我是David 在這個單元我們將開箱一些 觀眾想看的產品 又或是我自己想要的酷東西 如果你有什麼想看的工業潮流物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想行動支持這個單元的話 也可以點擊超級感謝 單次支持我們 又或是看到廣告盡量把它看完 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上一集我們開箱了木鐵的推車 它就是 MAKIDA TR0000002 有觀眾在底下留言想看 吹塵相關的工具 就例如說 吹塵槍或是鼓風機等等 剛好我也打算添購一台鼓風機 來清理工作室的墓穴 因為我是在自家車庫做墓工 所以每當加工完成後 就必須將墓粉吹乾淨 而我相信添購一台鼓風機 能提升我清理的效率 所以第二集要來開箱的就是 木鐵的鼓風機這麼多台 為什麼會選擇DBU-186呢? 主要是它有一支超長的吹塵管 可以不用彎腰就像地面的木粉門外吹 同時也可以因應需求更換短管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打開的話裡面就是長這樣 這邊是 長的罐子 然後印有MAKIDA的字樣 這裡的隔層有一支短管 再來就是我們的主機 這是它的長吹塵管 出口這邊有一個角度 可以讓它更接近地面 短管的部分是 軟的材質 那上面沒有印任何木田的字樣 OK 都開箱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實測看看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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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至于这台鼓风机适合什么样的人呢? 我觉得适合像我一样工作环境是开放式的 允许你将木粉往外吹 又或是用鼓风机集中粉层再次扫起 另外也蛮适合自己在家洗车的人 如果家中没有空压机可以拿来当作风枪使用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不要忘记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影片就可以收到第一手消息 觉得今天这部影片不错的话 请不要吝啬帮我按个赞吧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工业潮流 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想行动支持这个单元的话 也可以点击超级感谢 单次支持我们 又或是看到广告尽量把它看完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